中国的金融市场到底缺不缺钱 有人认为 目前的中国经济依然有类通缩的问题 这意味着市场还是缺钱的 但是也有人认为 中国M2存量已经超过300万亿 央行又降准降息 中国其实是完全不缺钱的 这两种说法都有道理 也都代表着 中国这样一个庞大的经济体 其实是有一定的结构性的矛盾存在的 可以说我们既缺钱又不缺钱 对于某些行业来说 我们依然是缺钱的 比如芯片制造行业 半导体产业链的研发 这些领域投个几千亿都只是洒洒水 需要数万亿甚至更多的资金投入 才能够赶上美国 但是在银行业领域 我们发现一种叫做金融空转的情况比较突出 甚至引发了央行的注意 那么到底什么是金融空转 300万亿M2 说明中国在大放水了吗 为什么说我们现在的刺激力度还是不够的 什么是金融空转 简单来说 当央行印出一部分的资金以后 都会引导和督促这些资金进入实体领域 去迎合市场的需要 投资 扩产 招聘员工为社会提供就业岗位 创造GDP 促进经济的正常运转 但是如果现在资金找不到投资项目 难以落地到实体投资上 就会导致这些货币资金无处可去 被迫一直在各大银行之间流动 去吃利息 看上去就像无头苍蝇一样赚来赚去 有人问 为什么金融空转会出现 主要还是 目前国内的一个主要矛盾没有解决 那就是有效需求不足 实体经济复苏乏力 造成了一种金融现象 央行也有了更加明确的解释 央行认为 现在的中国经济结构正在不断调整 转型升级加快 重点是 房地产行业最近几年造成了巨大的变化 导致原本可以去房地产的资金 没有地方可以去了 要知道房地产行业 可是能够容纳几万亿 甚至十几万亿的一个庞大蓄水池 以前的这些热钱 在房地产表现不佳的时候 还可以去金融市场 比如 A股市场也是一个可以容纳万亿资金的蓄水池 但是自从15年牛市结束以后 A股的表现一直不怎么样 去年的表现更是比较不堪的 没有赚钱效应 就会导致对资金没有吸引力 所以这些资金就不断地沉淀 被迫在各大金融机构之间不断地流动 造成金融空转的现象 金融空转其实一直都存在 只不过大部分的时候流转的资金非常少 但是当流动的资金越多以后 就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 比如实体经济使用成本增加 金融风险聚集 资源配置的效率降低 资金过度集中等等情况 这也是为什么央行提出要加强对于金融空转的监测的原因 当然金融空转并不完全是一个坏事 因为它恰恰说明我们的金融支持是足够的 是到位的 只不过我们的钱是有了 但是缺乏一个足够吸引资金的实体项目而已 如果真的有项目的话 其实市场上的钱还有很多 上面我们说到 中国存在的金融空转 其实说明我们并不缺钱 而有一个数据似乎也可以证明这点 中国存量M2高达300万亿 三月份的M2广义货币同比增长8.3% 然而 虽然M2超过了300万亿人民币 但这其实是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不断反应 其实是中国一代代的人积累下来的货币资产 甚至由于M2增速跌破了10% 我们的信贷数据其实是比较低迷的 毕竟前几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时候 中国的M2增速是长期保持10%以上的 因为实体资本和需求都到逼央行印钱来支持实体的需求 反而是现在的需求放缓 导致了M2的增速下来了 而从这个现状 我们也得出一个结论 中国市场上虽然不缺钱 但是我们远远没有到达大水漫贯的地步 而从目前的宏观政策来看 央行 财政部等高层 依然保持着很充分的定力 我们逐步地释放利好 但是不学09年搞4万亿一样 给金融市场打鸡血 而是采取置大国如烹小鲜的方式 因为在高层看来 相比较于不断地印钱 如何盘活这300万亿的M2存量 如何更好地进行优化配置 其实才是我们更需要去做的事情 大水漫贯显然并不是我们的政策导向 毕竟现在的实际利率已经比较低了 如果利率过低 甚至进入欧美之前的零利率社会 对金融市场其实是不利的 因为这会陷入经济负循环 所以我们就需要鼓励这些钱去投资 就算是有一些风险的项目 我们也应该去给投 举个例子 长期以来 银行倾向于给大企业 大公司去贷款 特别是一些国企 他们本身不缺钱 但是由于本身有财政兜底 基本不会破产 资金比较安全 所以银行都喜欢把贷款发放给这些企业 而很多中小企业的生存时间较短 风险较大 他们去银行申请贷款的时候 很多银行都不愿意贷款给这些企业 这是银行的经营模式 还有考核模式老旧所导致的 而到底是谁在进行金融空赚呢 其实还是一些有门路的企业 这些企业一般利用低成本优势 融入更多的资金 然后再用这些钱去购买理财产品 或者转而高利率贷款给其他企业 主营业务不赚钱 反而靠吃利息赚了很多 甚至有的公司本身不缺钱 但是上市以后圈钱几十亿 然后把这几十亿都拿去买理财产品 这种情况是屡屡发生 所以就连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都明确提出 要避免资金沉淀空赚 那么我们的钱流向何方呢 主要方向还是固定资产投资 还有中国的新基建 比如去年年底的一万亿特别国债 其实就是激活沉淀资金 弄了一万亿去建设上望的项目 提升全国的防灾备灾能力 其次 新华社的新闻稿显示 中国正在不断把资金引导至五大领域 比如发展新制生产力 完善科技金融 发展养老行业 对抗老龄化 发展绿色金融 搞节能减排 发展普惠金融 给中小企业贷款 帮助他们发展等等 所以你看 我们还是积极地引导资金 去我们认为需要资金的行业领域 去那些政策重点支持的领域 毕竟对于现在经济来说 有了钱 就相当于有了水 有了水就能活 中国市场到底缺不缺钱 缺也不缺 我们缺钱的地方 其实是那些往往不被银行所重视的行业和领域 比如养老行业 绿色低碳行业 中小企业等等 这些行业需要的资金量非常大 但是回报率很低 甚至可能出现坏账风险 这就导致资金往往不愿意去 这些领域发挥作用 而宁愿凭借着很多关系 拿到低成本资金以后 再反过来去市场找高利率的产品 然后稳稳地吃差价 所以以前的资金 大多是流入国企贷款 大基建等大型项目的 所以 如果我们要振兴中国经济 就要继续改革 调整银行等国有金融机构的考核方式 刺激银行把资金贷款给我们需要的行业 从而激活经济 激活实体产业 带动经济正向循环 也只有这样 我们的失业率才会不断降低 我们找工作才会更加容易 中国经济的金融空转现象才会逐渐消失 最后我也相信 在高层和央行都注意到金融空转现象以后 这种风险和危机会逐渐被化解 最终成为我们不需要特别担心的现象 也祝愿中国经济能够越来越好 我们普通人的生活也会越来越好